然后加热注意事项 这个两桶表玻璃是不可以加热的 温度计不可以直接放到火上烤 但是放到水里面加热是ok的 然后呢烧杯烧瓶蒸八米 我们没有用过烧瓶 但我用过烧杯蒸八米 它是间接加热 要隔着一个陶瓷纤维黄 为什么要运用陶瓷纤维黄 因为要使它受热均匀 又要使它受热均匀 所以呢 那如果直接要用受热部件破掉 然后也可以采取隔水加热方法 我们在理化课没有用过隔水加热 可是你们在生物课用过 生物课用过隔水加热 理化课没有用过 但是一直知道就好了 所以要间接加热 那也有东西可以直接加热 直接加热 像试管燃烧值 就可以直接放到火上烤 试管加热的时候 通常会倾斜 让它的受热面积变大 增加它加热的效果 倾斜的时候 管口可以根据实验的不同 管口有的要朝上 有的要朝下 重点 Keyword 不可以朝人 不可以朝人 好 可以朝上可以朝下 但是不可以朝人 这就是我们的加热的注意事项 OK 有人问答案吗 没有 再来一个就是 这里我们国中基本上只教你太热的 移动加热器要小心啊 吃到这张工具 但是在现实上是 凡是太热或太冷了 你要移动就要注意 要戴手套啊 或者怎么样啊 用什么工具来帮助你移动 这就是我们的 给你提示一下 接下来就是化学药品 不要 不要随便去闻它 不要随便凑近它 看它免得去接触一些有害的物质 如果非掉蚊不可 我们就要用这个动作 用手三蚊 用手三蚊 绝对不要去吃吃看 虽然我们在过去 我曾经告诉你说 可以吃一下它 它是不是咸的那种 但是完全违反 实验室安全守折操作方式 不可以去吃它 所以说我们要用三蚊的方法 然后咧 这个是道义的说要沿着波棒倒下来 沿着波棒倒下来 不要让它到处喷到处建的意思 让它到处喷到处建的意思 然后喇喇 搅拌波棒去喇喇 或者是塞散塞死然后咬一咬 那个试管或者是什么追琴 然后虽然温度器看起来就波棒很像 叫玻璃但是不可以拿温度器去搅拌 我上课跟你说过了 温度器只要裂了一个 你用肉眼看不出来的裂缝 它就挂了 它就毁了 所以不可以拿温度器 刚做波棒去喇喇喇去搅拌 就可以了 然后呢 这是烤锅N面的重点 如何稀释浓硫酸 要把浓硫酸缓缓缓倒入水中实时搅拌 为什么 因为浓硫酸有缝水器 它很喜欢去抢水 然后溶于水之后会放出高克 然后如果你倒过来做 如果你倒过来做 把水放到浓硫酸里面 它就很容易产生爆炸性的建设 油锅的油喷出来的样子 爆炸性的建设 然后喷出来的不是油是浓硫酸 上课跟你说过了毁容效果特好 所以要注意烤锅N面如何稀释浓硫酸 要把浓硫酸缓缓倒入水中实时搅拌 然后呢 万一碰到了就赶快洗一洗 大量清水冲洗 冲干净 冲干净 这个很简单 我们在很多地方都给你提过这件事情 考试也考过 沾到化学药品 启用大量清水中洗 OK吗 OK